两名男子经过中华四路的骑楼 其中一个人伸手拉倒 停在路边的机车一连拉倒了三台 他们一边走一边推 沿途有十二辆机车受害 当时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多 有屋主听到声音 立刻跑出来查看 发现骑楼的机车倒一排之后 马上掉入监视器报警 远景看监视器发现 两名男子是走路 扩大搜寻周边的道路之后 果然在一间夜店门口附近 带到他们 这两名男子是外国籍 一名是二十四岁的德国籍 另外一名是二十三岁意大利籍 两个人来台念书 相约喝酒之后 趁着几分酒意 沿途拉倒路边的机车 现在里面吃东西 然后听到外面有东西吹倒的声音 所以打开舔门看 他看了没有看到人 倒三台 三部全都倒 包括另外一部是压到脚踏车 售害车主们检视自家车 大多是照后镜受损 车壳的外观有擦痕 两名外籍学生酒后失态 被逮捕之后 他们表示愿意赔偿 酒醒之后 他们恐怕对当时的冲动 相当后悔 三里新闻黄大卫和阵风 高雄报道